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可以直接可以最简单的方式用的P标签去直接去写 那么看一下啊这块如果我来个P标签 那么这个P标签里面如何去写 首页然后关于致美成功案例再先咨询 那么就是我们的A标签对吧 这块看一下 我们来拿首页 然后夏天 那是关于致美成功案例再先执行 关于致美成功案例 然后还有什么呀 这块啊咱可以给它怎么样 都写在这一排上去 这叫什么呀 成功案例 然后最后一个是再先咨询 咨询 你看SBOSEN 然后现在F刷新 就是这块 那么中间呢会有一道竖线 这个竖线呢可以用的主判圈写啊 出现这个这两个之间也会有一个 然后成功案例后边呢 也会有一个 通常SBOSEN 现在F5刷新 其实啊这样的 那么接着往下看 下边呢是我们的版权信息 对吧 咱们再来一个P标签 这块是我们的什么呀 版权信息 那我们看一下COPY Write 大写的C 然后OPY RJT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版权图标 那这个版权图标是N的符 COPY 然后最后 这是这块 然后再往下说我们的什么呀 2014到2015 2015 啊 2014的啊 2015的啊 2015年 然后下边是我们的这个 制美创业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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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啊这个 然后再往下 那么基础支持凡科建站 然后关注 管理登陆 对吧 这块 这块 这张圈 技术 支持 中间呢也有一个文献 那给这个直接拿过来 改变一下他们里面呢 文字翻科建站 然后管理登陆 翻科建站 管理登陆 这是啊 这块 看看M4 那现在F 刷新 那如何让他们集中 我现在直接一个什么样 黑色呢 Center 就可以了 那么可以直接在Botum里 写人家 贝斯特 尔勒等于 这边 亚斯特 那么F5刷新就是这块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去设置一下他们里面的什么 文字的大小 从最上边 从这个区域到这个区域 给他们设置一下 F8 那么11等于12小速 当它带子为12px 那S保存然后F5刷新 就是这块 人物设置一下他们行与行之间的距离 从这块到这块 20 那么就是LinePX 22px 看出来S保存 F5刷新 就是这个区域 那么接下来 看一下他们这个 距离上边的这个距离 我们可以用谁呀 用我们的什么呀 用我们的盘定 TOP 对不对 我们看从上边到这 F8 是啊 31 31的话呢 应该减清文字的一个 行进去 那么假如咱们大概减去 这么多 咱们去 28 pddmg 让人家凑合为28px 那么想一想 这样写了之后 是不是在上面这个 记录上会增高啊 那应该是在上面的记录上减缺28 那么7减8应该剩我们的9 对吧 然后这里边呢 10减2 剩我们的8 对吧 这里边剩89 您找来自保存 然后现在F5刷新 那么接下来试制一下 里边的什么呀 A表现的文字 颜色 啊 可以 gottom 下面呢 A COLR Color呢 是我们的 这个颜色 我们去找一下 我们的这个 黑色的 是啊 000 000 Kentler4 然后现在看一下F5刷新 那么接下来 他们这个什么呀 刺判和左右两边之间的 这个缝隙 那么可以这个 这里左边大概是5 想给它写一个 对称一点的 左右两边都让它是5 Botom下边到 秒 刺判 嗯 可以 PATB NJ判定上下为0 左右为5PX 让S保存 F5刷新 那么就是 这个区域 我们就制作完了 那么这次 咱们从上到下 可以给我们这个什么呀 这美创意的首页就算完事了 完事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 哪些还可以再精简一下 咱们其实在写什么呀 嗯 在写上面这个 About 还有我们这个什么呀 案例的时候 咱们这块也已经注意到了啊 会流程这块 它们两个一样的 咱们一起去写的呀 那么想一想 咱们还有哪一些是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哪些咱们可以 需要给它集体去写的呀 看看啊 这上面 咱这个 可以去拿这个图来看 你想一想 从这个 关于我们服务流程 还有个成功案例 和这个区域 它们是不是都是 宽度是950的 然后吗 你放兔啊 只是高度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块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们这个整个区域 放一个什么呀 大的啊 DNA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干 在这个区域里边 加了一个 DNA 这块呢 是反写个 DNA 然后在最上边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什么呀 link这个区域啊 我们也给它加一个这块 那我们给它写一个ID等于RMN 那我们给下边这块区域都给它 怎么样 解体啊 缩几线啊 贴币 同时保存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给这块简化一下 在上边 在我们这个link这块 写一个什么呀 进号ID 然后RMN 这块呢 我们给它宽度 都是我们的 950PX 然后都会有一个 MARGIN什么呀 0AOQ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下边这一块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给它去掉啊 这个宽度去掉 然后MARGIN02可以给它去掉 然后KS这个呢 950也可以给它去掉 MARGIN02也可以给它去掉 然后再往下 About 我们这个去掉 然后这个呢 也可以给它去掉 然后再往下 我们这个 浮游流程这块 宽度不要 然后MARGIN02也不要 然后Kentron S 保存 那么现在看一下 它也不会影响咱们这种的效果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代码反而怎么样 越来越精简 就是这个区域 那么这也是咱们怎么样 代码 容缩的一部分 就是这块 如果呢 你觉得咱们这个 你啊 注释做的不是很明显 我们可以给它 中间再加上什么样 刚刚去掉 更加区分一下 就是这块 那么好了 由于实现关系 咱们这个关于 智美创意的这个首页 咱们从头到尾呢 都已经给它做完了 今天呢 咱们分享就是啊 告一段落